我們的指定菜式之後 這次就是發揮你們的小魚酒 因為這一部分是自選環節的菜式 好, 這個就是和風日式醬汁 這麼強? 餃子養雞翼 聽起來好像挺好吃 很想吃, 有雞翼 這個有煮開, 有煮開的, 煮一次 Danny 這是比較中式的 很適合女士的 是 叫做煮雞酒 補新菜式 對, 補新菜式 一定每個人都喜歡吃 因為我用了, 大家都一定會喜歡吃的 黃金, 鹹蛋… 我做了一個黃金蝦 黃金蝦 高難度嗎? 不高難度 做骨頭, 細心, 希望加分 這些菜不簡單 對, 我也不太好 你在中式酒樓某程度上有廚藝大廚 才可以做炒飯釀雞翼 試試吧 我覺得這個菜式很穩妥 我對這個最佳有興趣 其實這個我先醃一下 黃金蝦我很喜歡吃的, 很棒 很熟悉的 黃金蝦最重要是黃金蝦 我一直告訴你, 準備蒸 對, 你剛才用鹹蛋黃醬炒完 很棒 對, 我知道 我帶了六隻鹹蛋黃 我打破了兩隻 又打破了兩隻? 你做蝦, 你會挑蝦腸嗎? 我待會會挑蝦 他一次再說, 好… 我想看你挑蝦醬多一點 中國 你這種煮法很肥貓 肥貓通常做完的東西… 你以為不要的東西 原來他會用來煮任何味道 對 很省膠 不盡其用 對, 好 我發現紅了, 要浸很久才會軟 你把它切半 你不是下次買一些… 打直視, 打直視, 打直視半… 我剛剛已經跟他說, 打直視 對, 也不聽這麼說 人真壞 豬肉要 你又先醃了嗎? 他停留了, 還停留了 雞翅膀也很好吃 我們正在挑戰 先雞翅膀… 最後… 一次就醃了 然後醃了兩分鐘 不是, 因為我想過… 我們有很多時間, 他們中了一段時間 GAM其實… 30分鐘, 總之過了十多分鐘 我怕它會黏著 夠油 各位要知道, 雞本身有很多油 是… 像手作仔 當然有 好, 手作仔 剩下八分鐘 Frey, 你有酒味, 還沒喝嗎? 這個醬是怎樣做的 我覺得它是怎樣 我覺得它不知道用什麼雞骨 然後熬的, 不知道什麼出來 然後要做一個不知道什麼出來 這個醬汁很香的湯底 它好像幫骨汁出水 那些髒泡都浮上去 不是… 是精華 可以嗎?可以嗎? Frey已經在煮雞翅膀了 我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他有開伙障礙症 你壓力 衣梁較齒 GN的人心很少, 不用壓力 正直聽, 看得不錯 對, 你不要把廚房倒進去 你還可以 炒菜是否很濃 很濃 很濃 開始有紙巾回來了 上菜… 不要飛上去… 上菜… 先把東西打開… 先把東西打開… 對 對, 很恐怖 太棒了 很成功 GN 很濃… 燈… 燈 到底Fred可否成為這層廚師 通常會有芝士嗎? 我忘了放芝士煎 快點,你拿我來 拿我來 你先拿我來,說多東西 韻韻,可否幫我撥下去? 對… 那個雞酒 為何Danny要找人幫你撥? 自己也有事 自己撥 他一直都找女生幫他撥 這個就是獨家的雞酒 做出來的雞酒 專門為女士而切的 那個湯很甜 甜和的湯 很甜 是甜爺爺的甜和 是糖水粒掉,等等 怎麼這麼甜? 紅棗太多了 是嗎? 紅棗也是一樣的 是 但是雞很好吃 因為甜味滲進去 嘗嘗嘗 其實雞很好吃 八分鐘剛剛好 我也想嘗嘗 窩雞肉粥醬汁 是不是要淋上臉? 醬雞肉 你淋在旁邊,我怕你不喜歡吃的醬汁 好,淋在旁邊 你聞一種很香脆的味道 但煎得挺香的 是 因為我看到最後一刻加了一點糖 讓它焦糖一下 對 吃一下,裡面的豬肉已經熟了 熟了 乾杯… 乾杯… 不夠味道 還有韭菜味道夠鹹 你最後加了鹽在表面上 對,加了在表面上 我覺得蘸醬會更好吃 我現在嘗嘗有蘸醬的味道 好吃 好吃嗎? 很好吃 我喜歡的椰菜,剛才還問… 滑溜酒的椰菜… 鹽菜很爽口 口感很好 口感很好 最好叫GN不要煮黃金蝦 把蝦做蝦膠,釀到雞翌肉更棒 怎樣?你們那邊觀眾吃的三個少女 你們覺得怎樣?這個雞 三隻的朋友怎樣? 有對我們… 好吃 有對我們三個嘉賓嗎? 好吃 打大哥… GN黃金蝦 黃金蝦 吃了會不會刮呢? 很棒,我試試一下 吃鹹蛋黃 很棒,摺到 很棒 很大汁牛油味,很肥 很難得這麼多鹹蛋黃 你吃不到鹹蛋黃的味道 真的嗎? 對 你搗拿鹹蛋黃,不就像吃曲奇 我覺得牛油味很重 牛油味搶掉了鹹蛋黃 剛才我打算放四份一磚 放下好像不夠,放多一點味道 可能你沒放到油 放了大半磚 好,我們的分數是這樣,我先說 三個分數,我覺得Danny的雞酒不錯 味道不錯,我給100分 最重要是有媽媽的濕火酒 養了幾十年 我打算Danny結婚才拿出來喝 今天就在這個節目中拿出來 今天就拿出來放酒 對 給我們補一補,有什麼喜事 而Fred,我給了10分滿分 沒錯 因為我覺得 我首先整隻吃光 無論由頭至雞翼尖的味道 味道也很好 沒有特別偏差 而且技巧很高 除了養外,可以做到雞翼外面熟 還有豬肉裡面也熟 但又不是東西會過腦、過鞋、過硬 都很難,我自己可能也煮不到 GM就五分是蝦本身的味道 一分就是…因為這次是熟的 如果你看到過不遮瑕 夠不遮瑕 你好,哇 我本來會讓你試一下 劇統 雞翼尾 吃雞翼尾